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次跟随同事一起到他的老家玩 他家里只有母亲 差不多十来年前就和父亲离婚了 他被判给了母亲 因为我们的到来,阿姨显得很开心 家里的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十分温馨 记得朋友说过,自己母亲是那种很能看的女人 家里工作都不耽误 那时候还曾想过 为什么这样一位贤妻良母却遭遇到了婚姻的不幸 难道男人都不懂得珍惜握在手中的幸福吗 直到在朋友家住了几天 和他母亲接触之后 听他讲述了自己的事情 并且忠告我们 聪明的女人不会帮男人养家 才明白她的婚姻为什么会失败 阿姨嫁给同事父亲之时 家里一穷二半 但年轻的女人多少都带着几分理想主意 觉得有爱饮水宝 总有一天日子会好起来的 两人结婚之后 阿姨就和老公一起撑起了整个家庭 工作再苦再累 她没有抱怨过 甚至生了孩子三个月后 就狠心断奶继续上班 可是阿姨付出了这么多 却没有换来老公相应的回报 反而阿姨越努力 老公就越不上进 还转过来说她没有女神味 做事像个男人婆一样 为了能够生活得更好 阿姨除了白天的工作之外 晚上还兼了一份职 恨不得一天24小时连轴转 连陪女儿的时间都很少 她总觉得自己好好做了 老公终究会看到的 会想到她的好 以后也会对她好 可是阿姨却没有想到 女儿七八岁时老公背叛了自己 而这种事情 自己竟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 受老旧思想的影响 尽管这样子 她还是选择了原谅 只要老公愿意回归家庭 她不计前嫌 毕竟她不希望 女儿生活在单亲家庭 也不愿苦心经营支离破碎 本以为自己的宽容 能挽回老公的心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浪子 都能回头的 两人又过了几年 最终老公还是让她失望了 忍无可忍之下 她选择了离婚 阿姨说 她最后悔的事 就是把家里所有的责任 都扛在自己身上 家中的事情 能自己解决的 从来没有推给老公 包括体力活 滚孩子 能做得动的 她都尽可能去做了 女人活成孤单英雄 赚钱养家 听起来很能干 可最终的结果 却往往不如自己所料 甚至 很多女人的日子 还过成了不幸 阿姨说 聪明的女人 不会帮老公养家 因为 你过于要强 承担了魂音中 男人所伴有的角色 那么 两人之间的关系 逐渐就会变得不平等 女人越强势 就越衬托出 男人的无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些本身能力较差的男人 或者是 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男人 就会选择 消极的对抗 要么在家里躺着 什么也不做 干脆将压力 全推给女人 自己将无能 进行到底 要么 无法忍受 女人比自己强 但经济上 离不开女人 所以 选择暗地里的背叛 寻求 另一种 精神上的抚慰 一 过度付出 不可去 在生活中 有一种女人 特别喜欢 过度付出 这种女人 会觉得自己很伟大 觉得自己 扛起了生活中的一切 其实 男人想远离的 也偏偏是这种女人 因为 这是女人的自我感动 男人从头到尾 从来都不会低贱 婚姻从来 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不管男人 有没有能力 能不能赚到钱 两个人共同的家 也不是女人 一个人来承担 也不是女人 一个人 坑起两个人的责任 有的女人 在婚姻中 就是太容易 体谅男人 觉得男人 在外面 太辛苦 觉得男人 赚钱 太不容易 总喜欢 把自己的嫁妆 拿出来用掉 总喜欢 把自己存的钱 拿来花掉 真正聪明的女人 从来 不会把男人 养家 因为她知道 家是两个人的责任 付出太多的人 越舍不得这个家 对这个家 毫无建树的人 越容易离开这个家 不管是赚钱养家 还是孩子 家务 女人千万不要 一个人过度操持 两个人的事情 两个人一起承担 绝对会出现 一加一 大于二的效果 明明夫妻两人 都在外面上班赚钱 男人下班 就可以什么事都不干 躺在沙发上耍手机 女人就要 辛辛苦苦地做饭 洗衣服 打扫卫生 照顾孩子 聪明的女人 就要主动激发 男人的行动力 让男人自愿参与到 家务劳动中来 参与到 照顾孩子的责任上来 二 结婚 是两个人的携受同行 因为结婚的意义 本来就是 两个人的携受同行 两夫妻的 相濡以沫 不管是好和不好 不管是顺利 还是低谷 两个人都要一起度过 现实就是太勤快的女人 太能干的女人 往往过得相当不幸福 有一个女性朋友 今年45岁 她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个只有 满心幻想的小女孩 结婚多年 老公在外面打拼 一直事业不顺 也赚不到什么钱 为了能给孩子 更好的教育环境 为了能给孩子 更好的经济条件 女人不得不扛起一切 男人对家里的付出 越来越少 男人在家里的存在感 越来越低 女人对家里的付出 越来越多 也给家里 改善了很好的经济条件 买了道房子 买了很好的车 哪怕女人辛辛苦苦地 付出了这么多 男人依然觉得 女人这样做 都是理所当然的 并没有对女人 感恩戴德 当女人 越来越能挣钱的时候 男人就过起了 甩手掌柜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是夫妻两个人 共同经营的 需要两个人 共同的付出 女人不要在婚姻中 承担男人的责任 女人不会在婚姻中 承担男人的义务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 尽到你的本分 家庭里的孩子和家务 家庭里的金钱付出 都不是你一个人的 而是你们夫妻两个人的 必须两个人一起承担 一起成长 三 家 从来都是两个人的 当女人扛起了养家的责任 男人在这个家里的存在感 越来越低时 男人得不到被需要时 男人也就不再 眷恋这个家 对这个家庭 也就不会再有责任心 女人要让男人 对家庭 有自己的责任感 从不帮男人养家开始 如果两个人在结婚之前 已经划定了婚姻的角色和义务 那就每个人 尽到自己的本分 如果两个人都决定 同时赚钱养家 那就划分好 各自需要承担的部分 虽然现在总有人说 提倡女性独立 提倡女人经济自由 但是 当婚姻中的女人 独立过了头之后 就会帮男人养家 扛起本来属于两个人的责任 婚姻的实质是两个人共同合作 两个人一起努力成长上进 从而拥有自己的幸福婚姻生活 当女人在婚姻中太勤快 太能干的时候 男人在婚姻中没有任何用户之地 男人心里会非常难受 也会非常别扭 女人的过度付出 也会让自己觉得特别委屈 任何一种关系 任何一种付出 失去平衡之后 两个人都无法接受 女人在婚姻中 一定要学会经营 一定要属于自己的聪明 也要有属于自己的智慧 真正会赚钱的女人 并不等同于婚姻 生活就是幸福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不会赚钱的女人 也能让自己过得很幸福 因为她特别会借助男人的力量 让自己在婚姻付出中取得平衡 还有一种男人 因为老婆比自己赚得更多 她可以把自己的工资 全花到自己身上 让老婆一个人承担 家里的所有开销 和孩子的开销 遇到这样的男人 女人一定要学会 让男人对家里有金钱贡献 让男人更多地参与到家庭中来 培养男人的责任心 培养男人对家庭的凝聚力 当夫妻感情好了 两个人齐心协力 这个家在两个人的扶持下 必然会越来越好 聪明的女人 从来不会帮男人养家 而是会让男人主动养家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